十而輕撇 十而重壓 莫知勾勒外型 鋪上濃白顏料 胖嘟嘟的熊貓 讓喜氣洋洋的紅燈籠 增添年節氣氛 昂首闊步 活靈活現的駿馬 仿佛要從年化中跳出來 象徵馬年積極活躍的精神 周圍還有五彩繽紛的彩繪神珠 讓小朋友愛不釋手 跟我們的傳統民俗結合 跟我們的節慶也能夠呼應 大家找回一點年味 傳統節慶的感覺 我們也很希望將來 我們整個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 能夠以春天的時候 是浩客上好茶 夏天的時候是板凳電影院 秋天我們辦花鼓節 然後冬天我們就辦福克慶豐年 台灣民俗喜歡喜慶時掛燈籠 因為燈 血音 丁 有天丁 丁口兴旺的意思 2014新瓦屋福克慶豐年特展 以燈為主題 請來書畫家 現場揮毫 讓民眾把充滿年味的小燈籠帶回家 並結合年畫創意神珠的展示 帶領民眾徜徉農曆新年的氛圍 進來這邊看到 哇 好多燈籠對不對 這是很有過年的氣氛 適合小朋友 大人帶小朋友來這裡玩 我覺得說算是比較 把傳統的東西有沒有 帶到比較我們現代的生活裡面有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滿不錯的一個教育的方式這樣 充實現代社會缺少的濃濃年味 新竹縣文化局在新瓦屋文化保存園區 舉辦福克慶豐年特展 展期到3月30日 展出時間為週二到週日 早上9點到下午5點 歡迎民眾前往體驗傳統年節藝術 福克慶豐年 好運連連 掌聲鼓勵 歡迎民眾 歡迎民眾 民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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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